持续来关心杜苏瑞台风以及唐弩台风 接力影响台湾 台风降雨带来积水 也让登革热疫情居高不下 机关署统计今年截至7月31号 已经累计845例的本土个案 创下10年来的新纲记录 机关署就评估本周内确诊数可能会破千例 而且不排除登革热疫情往北部地区扩散 提醒民众尤其在台风天 一定要移除积水容器 加强防疫 防疫人员大面积喷洒 只要是蚊子可能出没地点都不放过 国内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 上周新增215例本土病例 其中再新增两例重症个案 分别在台南以及云林 目前两人都在加护病房治疗 今年截至7月31号 已累计845例本土病例 创10年来新高 本土病例极可能在一周内破千例 那今年累计到现在 有845例的一个登革热本土的一个病例 那60床以上的呢 占了43% 国内登革热的疫情处在上升的一个阶段 有时候你得到疫情好了之后 你再得到第二型 反而风险会更大 你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登革热 全身可能就一直出血 所以有可能有致死的风险 国内今年已经出现 一例感染登革热死亡案例 但台风接力发威 杜苏瑞台风侵袭南部 前脚刚走 卡诺台风紧追在后 预估会对北部带来影响 台风轮番上阵 夹带大量雨水 空导致登革热疫情继续攀升 水溝会啊 轮胎啊 有些屋顶上面有一些排水装置 有时候都会塞住 上面也会积很多水啊 锅碗瓢盆就盖起来 往下盖 不要让这个朝天去积很多水 目前登革热疫情范围依旧在中南部 但不排除受台风和天热影响 登革热疫情有机会往北部蔓延 全台陷入登革热危机 一是建议家家户户 除了积水要定时清理 也要移除溢积水器具 避免蚊虫滋生 在台北综合报导 沿黄设行